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个八字 庚承已有 已有庚承 这个是在提问说 他透干长煞 他地支有煞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叫做官煞混杂 很多人会这样子 在本命上自己胡搞瞎搞 然而讲了这些东西 看似很有学问 但实际上是不会拼命 而他这个八字 到底是会出什么问题 其实他本人也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我们会发现到天干乙庚合 还有一个庚金会刻乙木日主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本命的日主受克 而地支乘有和乘有和 所以他地支是空的 在这种情况下 地支是空的 他走的就是大运的 这种的运势 然而 我们都知道日主受克 他是要能够脱困他的一个运程 才会回归正常的行驶 我们就要知道说 乙他的这个八字 要如何让这个乙木能够脱困 这个部分 就留待给各位自寻的去分析 然而我们从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很多人其实在研究八字 他只有在这上面打转 而这个只是你的本命 本命不代表任何事物 因为只要一个大运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不一样的排列组合 不一样的排列组合 就是不一样的情况 与其研究你的本命会怎么样 你倒不如看看你的大运会带给你什么 而一般人在学八字 则是用神 也就是从本命抓用神 看大运会不会带来好运 这基本上错误连连 而是你要知道 大运代表的是几岁到几岁的你 你那时候你到底会怎么样 到底是财运好官运好 还是财运差官运差 知道了以后去做一个应对 而不是这是我的用神 我好开心 可是在网络论坛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明明是用神道 却是一塌糊涂 明明是他的祭神 他却过得还算不错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其实并不是你八字会怎么样 而是你要看的是 在当时候这个大运进来了以后 他到底又会产生什么情况 所以 这就是很多人在学八字的一个迷思 永远都在本命打转 总希望从本命里面看出自己的富贵成就会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 相同八字 不同命 你要如何判断这种东西 所以别傻了 倒不如把大运看清楚 这个大运我哪方面好 哪方面不好 来去做相对的努力 而不要跟一堆人一样都是走错路线 结果搞得自己一辈子平平反反的 甚至走的是很落魄的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